正面狀 側面狀 車身凹陷 安全氣囊全跳出 撞擊測試不夠看 近期特斯拉在上海舉辦 10周年博覽會 直接亮出Model Y爆炸鍵 車身外殼全部拆開 驅動電機 電池底盤 加害心臟 動力總身 還有關鍵大腦 FSD 自動駕駛電腦 黑科技配備 全部大方展出 Model Y的護理板 那這個護理板的話 也是用一體壓住的方式 特斯拉鞏固大陸市場 和比亞迪的競爭 也一路打到歐洲來 特色建築美輪美奐 選在歐洲心臟地帶匈牙利 比亞迪確定拍板 要在這蓋第一座歐洲工廠 年產量可達六位數 這建廠速度 和特斯拉的德國廠幾乎一樣快 預計兩年內完工 雷勢洶洶 要和特斯拉來個正面硬剛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早前訪話期間 曾曾與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會面 路透引述公司指 仍在尋找合適的地點設廠 將會在年底公佈結果 兩大龍頭都想搶進歐洲市場 但以數據來看 特斯拉在全球賣翻 不過歐洲市場 卻只有2.8%的市佔 主要領導者還是福斯 佔比高達25.8% 法國雷諾也有24.1% 更別提歐盟 對中國電動車啟動反補貼調查 19.9萬 滲透率逼近三成 超越美國的10.1% 僅次於中國的35.7% 這塊大餅各國都想爭搶 東四台機新聞 黃福祥 盧雅真 台北報導